等一等 等一等 怎么了 怎么回事 谁呀 玉琴 娘 玉琴小姐 有什么话想说吗 你怎么不说话 我就知道 你一定认为我很傻 爹 玉琦的眼睛一天没医好 我的心就一天不踏实 我怎么能够专心比赛呢 玉琴小姐 先生拿好花吧 拿什么花呢 玉琴 过去 你一个瞎了眼的人 瞎往哪儿跑 就算我放了你 你也逃不出我的千金楼去 我求求你 你帮我倒吧 我求求你 放你走 笑话 我可是花钱买了你 你不接客 我这花出去的钱 问谁要去 可是我没有收你的钱呢 我知道你没收 你家里人收了不是 我家里人 我家里人 不可能收你的钱 我家不在上海 那不奇怪呀 千金楼里的姑娘 她们的家 大半都不在上海 为了逃口饭吃 谁不是背井离乡的 大姐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到上海来 是来治眼睛的 可是我一下子穿 就被别人迷阴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到这儿来了 你一定是被人家骗了 肯定是那个人 收了你的钱 你去跟他要吧 我家里人肯定不会 把我卖到这儿来的 我是有父之父 我求求您把我放了吧 每一个来到我这儿的姑娘 每一回都有一番新的说字 来打动我 有的呢 甚至说的比你还惨 还动听 可是我一个都没放过 我凤姨在上海 可是出了名的铁石心肠 见钱眼开的人 我为了钱 可是什么都敢干 我只要付出一分钱 那铁钉是要付出十分钱 才能收回的 所以呀 你也就别多费唇舌 来打动我了 请你相信我 请你相信我 你把我走过 我求求你 再怎么说 我都是生意人 生意场上 可不讲人情 就算你说得再多 让我同情你 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呀 你就乖乖的 这起初嘛 每一个姑娘 没有人肯就范 后来接了客 赚了银子 哪一个不是穿金带银 吃的是山珍海味 哪一个不敢挤我凤姨的 这世道啊 日子也不好混 所以说跟了我凤姨 绝对不会吃亏的 你还是不相信我 你还是不相信我 来人哪 赶快去找大夫去 是 快去 快去 真是的 看你斯斯文文的 原来性子还这么刚烈 行了行了 我也不逼你 免得你又想不开 这段日子你先好好养伤 你自己呀 好好地琢磨琢磨吧 这次你怎么给老娘搞了个瞎的呀 哎呦 凤姨啊 这小妞儿姿色可不错呀 再说瞎子好啊 瞎子她起码不能乱跑不是 省了您多少事 您先看看她 看看 可惜是忙的 所以这客人呢 肯定是少了一半呢 那么价钱方面嘛 就别指望要那么多了啊 哎呦 我的凤姨呦 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搭档 就是 这价钱您还您还跟我计较什么呀 再说 这千金楼的香国大桃红小桃红 那是我们哥们弄来的 那是我们哥们弄来的 现在可是红遍上海滩了 您也挣得不少了 这次就别跟我们计较了 我们哥俩也是混口万事 这难哪 是是是 行了行了行了 看在你们两个人呢 是多年为我卖命的份上 能 谢谢黄姨了 谢谢 今天啊 要考考你们俩 试试看这三壶茶 有什么不同 请辉先来 是 请辉啊 说说看这三壶茶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三壶茶 应该全都是产于安徽霍山的六安茶 第一壶 应该是古语前采收的 这第二壶 应该是古语后采收的 第三壶 有点苦涩的味道 应该是梅语世界采收的 那你能准确地说出来 这些茶采制的日期吗 这第一壶 应该是古语前二十天左右 这第二壶 应该是古语后十天左右 第三壶 第三壶 是梅语季节 我猜不出来 天语 你的看法呢 爹 关于茶叶的产地 我和清卉的看法一样 至于茶叶采收的时间 第一壶茶 是在古语前二十五天 第二壶茶 是在古语后十一天所采收的 第三壶茶 则是在进入梅语季之后 第十三天所采收的 好 很好 你们两个都不错 不过 天语说的日期较为接近一些 看来 这几年的历练 让你们都成长了不少 赵家的事业 我可以安心地交给你们 爹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小姐 您又咳嗽了 是 我自己的身子 顾我自己清楚 您还是吃点药吧 来 我自己来 小姐 这一两年来 你们要好好地保养自己的身子 现在 又没有缘由地病成这样 光喝草药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看还是 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 别麻烦了 不要老实动众的 现在老爷和天语他们 为了比赛的事情 累得够呛 不要因为我 让他们操心费神 小姐 您真是的 小妹 对不起 我现在才来看你 太傻了 我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了 年轻的时候 我负了你 我负了你 你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了 没想到到老了 你还为我送了信 没想到你 我负了你 神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都准备好了 爹 我来吧 老伴啊 你出门在外已经好几年了 总是托二少奶奶给我带来口喜 可是不知为何 竟然二少奶奶没有出现 也不给我带来你的口信了 我真担心哪 二少奶奶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呀 又给你做了双新鞋 就等你回来穿了 大娘 您在吗 谁呀 那不是 五少人 大娘 果真是老爷和二少爷啊 我以为眼睛花了 认错人了 你们二位怎么会到这儿来啊 今天是特地来探望你们 不敢当啊 我应该到府上来探望你们 怎么能够劳驾你们二位来看我呢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来 喝茶 大娘 谢谢您 老爷 喝茶 明月镇上啊 大家都在传说 说老爷没死回来了 当初听说这个消息 我简直不敢相信啊 老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镇上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我是不相信这些说法的 我只相信老爷您哪 吉人哪 自有天相 您这么个大善人 据说您的命啊 就是不该绝的 老爷您能回来 我真的是很高兴 老吴天天是睡不成眠 天天哀声叹气的 我也很为他担心 后来他说 要到上海去另外找事情做 我不赞成 我问他 在赵家不是干得好好的 干嘛要到外面去做事啊 干嘛要到外面去做事啊 他也不说 就给我留了些银子走了 好在啊 好在二少奶奶 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我送来 她的口信和家用 先回来 现在可好了 老爷啊 您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要是老吴知道了呀 肯定会回来再伺候您的 事实上 今天我们来探望你 是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少爷 您这是干什么 快请起 请起 大娘 您听我说 有什么会站起来说 您这样我可受不起 不 大娘 您受得起 您绝对受得起 嗯 吴春儿 您请坐 嗯 这个坛子里 装的是老吴的骨灰 老爷 老爷 您说什么 您说什么 我说老婆呢 你怎么叫这儿更好 是 他伍职 我说老婆啊 你怎么就知道了 怎么离我去了呢 我说老伴儿啊 你听下我这么一个孤老婆子 你叫我以后怎么办呢 我的老伴儿啊 我的老伴儿 如果当年 我事先知道老伴儿要这么做 我说什么都不会答应 大娘 请你节哀 请你一定要保重你自己的身体 老伴儿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 他为了救我爹 不惜牺牲他自己的性命 这份恩德 赵家无以为报 老伴儿 老伴儿生前最在意的人 最挂念的人就是大娘 如今她走了 就让我来照顾你的身份警局吧 老伴儿都走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老伴儿 可是老五 他能以他的性命 来挽回老爷的性命 这可算是老五这辈子 做得最对的事情了 你们赵家对我们不保 能保他老爷 是应该的吗 怎么能让二少爷 来任我为义母 不成不成的 这不是 这不是太折杀我了吗 大娘 大娘 您千万别推辞 老五虽然是赵家的管家 但是我们家每一个人 都把他当成是自己人一样看待 大娘 您就答应我 让我认您为义母 让我奉养您 唯有如此 老五他才能够安息 你 义母 好 我答应 我答应 二少爷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五婶儿 今后天羽就是你的意思了 别再叫他二少爷该改口了 是啊 义母 一会叫我天羽就行了 好 好好好 好 我还带了两个人来看你 天羽 去看看他们来了没有 是 爹 五婶儿 以后不管什么事情 尽管开口 千万别跟我客气 好吗 谢谢您 老爷 爹 他们来了 爹 五大娘 好久不见了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庆辉啊 庆辉 想起来了 是庆辉我认的 来 你们俩过来 嗯 叫人呢 奶奶好 奶奶好 这 他们是 他们俩是天羽的儿子 您现在不是天羽的义母吗 自然就是他们的奶奶了 义母 以后我会常常带他们来看您的 他 我有义子 还有孙子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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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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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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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奶奶 奶奶 你别哭了 不哭了 奶奶 不哭 奶奶 女儿 以后只要有空 要多来看看你干娘 不管她有什么需要 一定要帮她 我知道 爹 也亏得有预期啊 这段时间一直照顾她 爹 快来啊 家生被蛇咬了 怎么了 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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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家生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 赶紧告诉我爹知道吗 知道了 爹 天宇啊 镇静一点 孩子没事的 家宝 你怎么不带着弟弟 好好地跟着我们 非得到草丛去玩呢 是他自己 他看见了一种 非常漂亮的叶子 想去摘 我拉了他 可他还是坚持要去啊 什么叶子 那 就是这个 我看看 爹 怎么了 这种叶子 色泽透亮 叶片鲜嫩 而且还带有一股浓郁的茶香味 还真有香味 家宝 在哪儿摘的叶子 就在家生被蛇咬的附近 好 天宇啊 你跟我再回去一趟 仔细看看 好 你放心跟天去 我留下来照顾家生吧 秦桧 那麻烦你了 好 爹 就在那里 爹 我真是查树 你说这是查树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应该是野生的茶树 没人发现而已 那不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爹 我们正在为比赛 找不到合适的茶主在发愁 或许这是一种新的野生茶 我们可以试试 你再仔细闻一闻 除了茶香 是不是还有一股牡丹花的香气 是有啊 咱们采一些回去 看能不能支撑她 看能不能支撑她 小姐 那子大辈的观世音菩萨 你懂我王清顺的心意吗 希望我儿子天威 他能够早日回来 菩萨能够保佑我们赵家 早日团聚 小姐 小姐 来 您身体不好 就不要再多想了 大少爷他不会有事 是的 但愿如此吧 老爷 二少爷 你们回来了 怎么了 身子又不住了 就是老样子 我想 时候可能也差不多到了 说什么呀 有病就找大夫看 你身子没问题 我自己的身子骨啊 自己明白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在有生之年 能见到天威一面 要不然 真是死目迷目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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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啊 你可一定得想办法 把你大哥找回来 娘 你放心 我早就拜托庆辉 请他上海的朋友 帮忙寻找大哥的下落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那就好 那就好 爹 二哥 对不起 我把二嫂给弄丢了 天灵 我还千主不万交代 让你照顾好玉琪 千万别让她入丹 结果 对不起 对不起二哥 算了 算了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赶紧想办法找人吧 爹 我看我明天就起身到上海 寻找玉琪跟大哥的下落 二哥 我跟你一块去 是二哥 你就让庆辉跟你一块去吧 多个人也好照应 暂时不用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言之行查的进度 不能够落后 庆辉 你把你上海朋友的地址给我 我请他帮忙 好 这样也好 他人比较熟 找人比较容易一些 天宇 明天一早就动事 好 这一路到上海 一定要处处小心 我会的 爹 敬惠 我不在家 家里就麻烦你多照顾 家生的腿伤还没复原 你帮我多看着他 你就放心地去吧 家里的事情 你就不用担心了 二少爷 你这回去上海 可一定要找到二少奶奶啊 这是我在上海朋友的地址 你到上海跟他联络一下 他的人面比较广 对了 到上海的时候 你让他帮忙打听一下 大哥和二嫂的下落 嗯 二哥 你这次去上海 一定要把二嫂找回来 要不 我心里会不安的 还有 你要是能够看到大哥 跟他说 你要很挂念他 让他回来吧 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等着他呢 我会的 爹 你们多保重 二少爷 买报嘞 买报了 买报了 快点 快点 今天的报纸 先生 报纸要不要 快点 快点 先生 报纸要不要 快点 快点 买报嘞 买报了 买报了 今天的报纸 小姐 报纸要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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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买报嘞 那我说 这东西没问题吧 镇定点 别露出马脚 真是没用 慌张张的 人家一看你这样 早猜到你就是个天 我还是不放心呢 买报嘞 买报嘞 买报了 今天的报纸 你看看 他就不在买报啊 现在都行 但是我坚持有了 同十年 算了 后终不在买报 来 队里 是买报了 因为我已经写了 我不在买报了 我还都写了 帮你 这不许会 这不许会 不许会 这不许会 我还能打死 你还还不许会 我会没办妄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 老先生 你别上他们的当 他们的金条是假的 他们是串通好 要来骗你的 混蛋 关你什么事 老人家 千万别听他了 他在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这是假的 你们两个骗子我要报关 你们两个骗子我要报关 你是骗子 别走啊 别走啊 谢谢你啊 谢谢 没事 没事 老先生 不过下回你要注意一点 别再受骗了 好了 我谢谢你 谢谢你 什么人呢 什么事 我打死你 你打死你 是谁 你躲闹这件事 坏了我 我什么事 你狂八蛋 快点 快点 我打死你 你打死你 你打死你 有人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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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踏 must fosse杀 才是侵族 得 army 你安排 好 来 为什么 他把我背记 für你 没有 大哥 怎么才一段时间不见 你又跟以前不一样 说两话长啊 对了 说来 我还要向你道个歉 道歉 是我两个兄弟把你挡伤的 兄弟 什么兄弟 是我们里边的兄弟 里面 这些年我放逐自己 是为了自己的愚笨无知 而在惩罚我自己 我赵天威 自以为自己是决定的聪明 没想到 结果却被一个吓着 闻弄于鼓掌之间 受其侮辱 激进了他的耻笑 于处 我赵天威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笨蛋啊 还不仅如此 我 我还连累了我的家人受苦 害得他们无家可归 我自知道罪孽深重 所以 我无言再回去见你们了 大哥 上次在医院你为什么不告而别呢 后来到底又发生什么事了 后来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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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救我救我 你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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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你 我不要 半 markers 快走 他们走了 谢谢你 你别谢我 你啊 别连累我就行了 起来 起来 谢谢 你赶快走 谢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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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他们往那边了 你往这边走 快走 老大 老大 你没事吧 老大 没事 你干什么你 不是我 他救了我 赶紧谢谢人家 谢谢你啊 兄弟 看你这落魄的样子 不如跟了我吧 怎么 看不出你了 你不想过去 我来不及我这个大哥吗 还不谢谢大哥呀 谢谢大哥 大哥 我真不敢相信 你有这样的遭遇 来到上海之后 我什么苦都吃了 什么醉都受了 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都遇上过 当初 我压根就没有想到 我会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大哥 离开他们吧 我也想啊 可你不知道 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啊 要是私自离开的 就要斩断双手 你可以求罗大哥让你离开啊 江湖是一条不归路 你踏进去了 再想踏出来 就没那么容易了呀 只要你有心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天宇 你永远都不会懂的 大哥 我这次来上海 最主要是要找你回去的 你们还来找我回去干什么 你们就把我给忘了吧 就当赵家 从来不曾有我这么一个人 大哥 娘她生病了 她想见你 娘 娘她老人家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大夫说是肺病 娘她天天地惦着你 想见你一面 我来上海之前 她还特别交代 要是找到你 让你尽快回去 怕是太晚 就见不到面了 娘 娘 大哥 你跟我回去吧 要是罗大哥不放人 我去替你求情 我 我 让我再想想 让我再想想 大哥 你还有什么好想的 娘的病情一天一天加重 你要是再不回去 就真的太晚了 爹 还有一件事 爹回来了 爹 爹没死 怎么回事 原来当年玉琪和老吴 瞒着大家 买通了狱卒 让老吴当了替身 上了断头台 然后玉琪再派人 把爹送到乡下躲起来了 大哥 爹和娘都希望你能够回家团聚 你忍心让她们失望啊 我 天文哥 天文哥 小贾 什么事啊 这是我的亲弟弟 自己人 有什么事说吧 司马路那边的场子 被十几个叶平秋的人捣乱 罗哥叫我们现在过去瞧瞧 又是叶平秋的人 好吧 你先过去 我一会儿就过来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天文啊 我过去看看 其他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大哥 你别去啊 我能不去吗 大哥 大哥 我有眼督 爱 可真是千金难买的好茶呀 这浓郁的茶香当中 带着一股淡淡的牡丹花香 扑鼻而来 喝了两口之后 这满嘴的清甜 好像是甘露的滋味 舍底身经 余韵无求 好茶 真是好茶 爹 这茶经过初培 就如此甘甜美味 我想赴杯看看 多试几次 也许味道会更好一些 好 这两天我都花点时间 陪你一块研究 爹 我还有件事情 想跟您说一下 你说 我想等比赛完之后 把这茶树 移植到我们赵家茶园来 或许日后可以大量地生产 这个提议很好 等天宇回来 咱们一块商量 爹 大哥 来 这个 罗大哥 真是稀客 凤姨 都多久没有来看过我了 是不是 怪我了吗 还说 都这么长时间了 真是讨厌 好了好了 凤姐 我不是来看你了吗 是信你啊 来 坐这么久了 怎么一个姑娘没见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已经催过他们了 来了 快来呀 姑娘们 来 来 来 快来 听好了 各位姑娘 你们给我好好的伺候各位大爷 慢点来 慢点来 大爷 来 你喝一口嘛 把酒一杯 这才对了 这位大爷再喝一点 这没关系的 你去哪儿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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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姑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等会儿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 你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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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的呀 进来呀 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从里面出来 有什么女的呀 就是你们里面的女的呀 没看见 这人来人往的 谁会去追谁啊 哎呦 客官来了 来啦 好 来 来 进来 真的好 来啦 来 来 到上 哎呦 好了 好了 来 龙老大 我敬你一杯 这么长时间呢 也不来看我 罚一杯 哎呀 对得对喝了 来 再来一杯好不好 哎 到上 温野 刚才那女的叫什么名字 瑞云呢 不是叫秀云吗 不是啊 我看认错人了吧 天尉 怎么回事 没什么 回来了 陆嬷嬷 家禄呢 睡了 陆嬷嬷 辛苦你了 白天替我带孩子 晚上还要帮我做家务 你才辛苦呢 一个女人家 为了独自养大孩子 还得出头露面 在那种龙蛇混杂的地方出入 为套生活吗 没办法 娘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好想你 家禄乖 不哭了 娘不是跟你说了吗 娘 娘在外面工作 你在家要听陆嬷嬷的话 哭了一整天了 吵着要娘 我怎么哄也哄不来 娘 我好怕睡不着 你不是每天晚上 要陪我睡觉吗 好 娘答应你 以后每天都陪你睡 啊 我睡不着就这样 你通过去 我实际上 我不会睡不着 你不是这样